聆聽一下 一條法案 將1500億美元 1.5億美元 將近五年 訓練外國記者 在寫過中國的反應 奧伯格提及的法案 與美國國會參議院外委會 2021年4月通過的 《2021年戰略競爭法案》高度納合 法案說 從2022年至2026年財年 每年撥款3億共15億美元 對抗中國全球影響力 還提出 每年撥款1億美元 用於支持美國國際媒體署相關機構 培訓記者等 這部分特意點名了 《一帶一路》項目相關調查 那麼 華盛頓是如何操控媒體 開展對華輿論戰的 瑞典一帶一路研究院副院長 侯賽因·阿斯卡里研究發現 直到2018年5月 債務陷阱這個詞 才進入大眾事業 當時 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網站 發表了一篇題為 《債務外交》的論文 蹊巧的是 這篇論文的兩位作者 不僅不是經濟領域專家 第一作者 山姆帕克 竟然還來自國土安全部 美國國務院 隨後向各媒體分發了這篇論文 根據大數據搜索 2018年5月 債務陷阱這一概念發布之後 媒體相關報道數量大幅增加 這其中 美國國際媒體署旗下的媒體機構表現得最為活躍 以VOA為例 2023年 關於一帶一路的報導高達93%都是負面的 其中 債務陷阱一詞頻頻出現 除了美國媒體 這條造假鏈條上 還少不了所謂研究機構 去年11月 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結束後不到兩周 美國威廉與馬力學院援助數據研究室就發布了一份報告 炒作一帶一路共建國家欠中國超過1萬億美元 這個實驗室是什麼來頭 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官網信息 它長期受美國官方資助 這也解釋了為何它關於一帶一路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負面 不滿足自說自話 美國政府還在海外大撒美元收買當地非政府組織和記者抹黑中資企業和下屬 政府偽造概念包裝成學術成果發表 美國國際媒體署下屬的媒體和所謂研究機構配合炒作 同時用金錢收買相關國家記者發布負面報導 這樣一條炮製債務陷阱的造假鏈條就產生了 美國千方百計抹黑一帶一路達到目的了嗎 You know, the American ambassador, he lands in an airport in Africa which was built by China then he travels by car on a road built by China and then he goes and gives the speech in a building built by China and then he tells people, be careful not to worry about China That tells a very good story because when you come to reality,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 We'll talk a little bit later and get that over to the next month Now that you have craig and you come to reality and you come to reality and you can find that